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好,來到我們這一節,電影有同大家見面 這一節就是我們在2018年10月3日 第18集 應該不用我提醒你們,快點說,Good timing 今天大家都看到,專題講鬼秀女 鬼秀女,近期有很多人看就是偉兒參捕 有些人喜歡看,有些人不喜歡看 問問你們是否喜歡看 不過就算看不看也好,就有人去看 到現在來講,票房都相當不錯 在外國也有很多話題 所以變成我們這個,是多少集 198 是,那個叫做主題 這個鬼秀女,大家看到了 但是我們通常是頭淡湯 我選了一部戲 二部 老實實,已經有多少部? 你們有沒有看過這部戲? 你們幾位主持 從來沒看過這個月光光,心芳芳的? 有沒有? 有印象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我看過 有在戲院看過嗎? 沒有戲院 即是沒有看過 可能你在電視上看,我當你沒有看過 何解呢? 那你有沒有看過? 這個在戲院那裡 等別人提醒你,你才開咪 月光光,心芳芳 現在這個Halloween裏面有個新的一集出來 還有這個新的一集 你覺不覺得有些什麼特別呢? 就是女主角呢 老了 都會出場 不知道 你別說老了 這幾年了 你記不記得那幾年了? 七十年內的 第一套 到現在來說,你說不老就不行了 是的 但是月光光,心芳芳 來到這一集 都一個特別的日子來的 而且你會看到那個叫做監製 他說他又做了 一說他做的時候 那些創作者都覺得 你會不會做啊? 不要這樣做監製 就找他做 而且這個一組呢 就在今個月的那個Halloween那時期 大概我們半個月之後左右 那就上畫了 可以問一些叫小知識 你知不知道那時候 在月光光,心芳芳 他最厲害的是什麼呢? 你有沒有這個叫做 了解呢? 一二三 都是這樣說嗎? 戴面具 戴面具 其他,這個Michael Meyer 那時候 都是斯蘭電影的 那些叫做 最初那些很厲害的 其中一個故事 變成哈利片 除了那樣東西之外 Halloween 我想當時 在香港來講 這個萬聖節 都不是很熱的 那時候 但是這部戲 其實做了之後 那個Halloween 都不是很熱的 去到這個 做了很多集之後 那時候 那個Halloween 就變成 其實近些 我想二十年左右 二十年 三十年左右 都有了 九幾年的時候 Halloween 就變成了 一種 玩鬼節日氣氛 但是這部戲 基本上 如果有看過第一版的 那些 就是那些聽眾的朋友 就知道他差不多二十年 那時候 都還有一個版 又說是他做的 是的 那個我 就真的 坐定看了 有看過 現在新的這個 都有一些 你可以說說 那個故事是接得很緊的 那個故事 而且呢 除了他之外 還有呢 因為可能 你也不知道 他去到現在 這個世代裡面來說 他應該 就有三代出來了 第三代呢 就有他 他的女兒 還有一個孫女 就是總共呢 就有三代 而這個故事呢 即是說 Michael Meyer 都仍然有出現 但是呢 這個女主角 就已經變了做阿嬤 還有呢 就是三代同堂 都被Michael Meyer去搞的 很可怕 你會看到現在那個驚嚇的效果 變成了 今次呢 就不知道是不是會變成了一個話題 但是呢 我想你們 其實這個呢 他最特別 都要說說的 就是 領頭大不妙說的 就是 大家知道呢 他在七零年的時候 他推出的時候呢 他很標榜呢 他裡面的音響 是什麼的音響 有啊 倒鼻啊 那些 立體聲 立體聲 那些 那時候我們去香港 其實我有些印象 我記得的 應該是在快樂園圈看的 佐敦 是啊 那就 不覺得音響是什麼特別 哈哈 可能是不關 不關電影的問題 其實是立體聲音 但是他也有標榜是立體聲音 因為這部戲 在當時裡面來講 因為他做早過驅魔人 七八年 是的 做早一點的 那他呢 他裡面呢 那個 他裡面呢 那些效果 就是標榜呢 又有一種叫聲響 來嚇大家的 那麼 那時候我們看呢 就是因為 可能 香港的那個環境的問題 就都 不是那麼有那種效果 但是呢 就覺得有趣呢 就是 他拍了 接著呢 隔幾年呢 就有第二集 再幾年呢 就是 不過 都是那年的Halloween 是接著的 就是這麼多年 其實是接著 都是在那一天 發生的幾年之後 都還是講的那一天 然後呢 就是 去到 那個叫二十年之後 那裏呢 有一個叫 時間 過去了 因為女主角要出場的時候 喂 他的樣子是不同了嘛 是 很有趣的 那麼我們應該 如無意外 那麼 我們都 香港有公認 我們都抬了 有看的 那麼去到今年呢 現在呢 這個 又一個週年紀念 那麼 老老實實 你們新世代 那時候都還沒出生 印不印到你們去看呢 都印到的 是 何解 那你先說 聽我的名字 那個名字 那個名字 先吸引我 尤其是香港的英名 是 月光光 深光荒 好過Halloween 是啊 是啊 好像老師所說 那時候在香港 你別說叫我做老師 因為馬上說那個叫老曬 因為那時候好像說 沒有流行 就是萬聖節 所以如果用萬聖節的譯名 就沒有什麼迴響 但是月光的深方方 其實是廣東 我們廣東人那種說話方式來的 月光光想起那些很恐怖啊 鬼啊 是 是 同耀那些 那你在大銀幕去看的時候 可能你都會覺得 可能當你們去看的時候 你都會是 將它當作是 那個叫做黑色星期五 是 是 或者是 萬聖節的那個 老實實 比如這一部之後 那裡有很多這一類型的鬼片 空寧也拍了幾集 空寧也拍了幾集 空寧也是這一個導演的第一部 都是他 就是John Carpenter John Carpenter 今時今日這部 都是John Carpenter 和這個女主角 是 Jimmy Lee Curtis 考驗你們了 你有看過Jimmy Lee Curtis的那些戲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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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那你說吧 是 有一套和駱駱駱駱駛加 那裡叫什麼 True Life 就是什麼 真實的方言 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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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跳降會舞 就是他 你有看嗎 我又有印象 就是他 老公 點了他 在他面前跳舞 但他不知道是他老公 對 很棒 很過癮 因為他本身 他除了這部電影之外 因為他這部電影最經典 就是鏡頭拍著他 在那裡不停喊起酒 就是他跟德州電鋸 都是一樣的 他媽媽 好像是那個時候就是 爸爸還是媽媽 媽媽 媽媽 那個叫什麼 總之呢 那個媽媽都是 他也是一個在跌銀窩成艾的女生 是一個 他扣弟師家族就出名的 是 那什麼艾 而且不止 在荷里活裡面 都很有名的 就是一個演藝家族 而且他那些都是 變成了名牌 偶像明星 他也是很受歡迎 因為他本身 演出的戲 除了《月光光心方方》之外 就變成了她的品牌 吸引了很多人去看 那時候她心裡 譬如剛才Will說的那一部《真實的謊言》 你會看到那種喜劇的效果 就相當之出眾的 我認得她 是啊 那時候她還是很爽的 美女 不過是媽咪級 現在就是這個樣子 校賣級 現在很有型的 現在她都說 還有這部戲 可能遲些都可以做專題的 我們這個審美調查科那些 就是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媽咪這個她做監製 還有我覺得她很勞手的 這部戲有很大的改變 何解的改變 就因為她這部 原來越剛剛心方方 在第一集裡面 還有很多人現在還在身 這部都走回來了 但是這部之後 我想整個故事 都會有一個叫大改變的 那這種大改變呢 究竟好不好呢 但是我告訴大家 這個呢 就告訴大家 她是認到 今時今日 是 之前呢 原來你會發覺 那部戲呢 那部戲呢 裡面大家在看 麥克爾米亞的那個 那個世界 這個殺手劇 怎麼會殺人 還有那些醫生 那些警察 怎麼去追她 但是呢 這部之後呢 她告訴你 去回一個女人世界 現在是不是 你會發覺現在的戲 是很女人世界 是啊 當然是啦 何解呀 豬 問一下你啦 那些都是女人世界來的嘛 是女人 政治出來的時候 都已經是女人世界來的啦 用女人做專題 那大家說 可能我們再遲些 是不是下一次呢 說那個 探月底人 都是女人世界 那這些 是一個潮流來的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我覺得呢 都是那個頭淡湯 夾這個叫鬼秀女 最好說的 一個頭淡湯啦 那來到這個鬼秀女 那我們呢 現在就剩下這個 就是我們都通常解釋 是這樣的啦 那你們看完鬼秀女 那我就問一下這個叫做 鬼小姐 是 這個是鬼秀的鬼啊 不是 看下鏡頭啦 你那些懶神秘 你這個不是修女裝來的 你這個是什麼裝來的 頂住先啦 你這個好像是那些殺手裝 是什麼 薄荷殺手都好像有這一種 薄荷殺手 是不是薄荷殺手 讓我先看一下 這個有沒有 薄荷殺手型來的 Pipper來的 原來Pipper 另外有幾部也都在講Pipper 是的 是的 好過癮的 就是摺住了 這樣 這個呢 就是都說 喂 你太久沒出來的 你快點面對一下 我們的慶忠朋友 好 那這一節的時候 就讓你說 鬼秀女 聽說你好像 都不是算那麼滿意的 我一般的 真的 好 那你說說說你的那個 說說你的那個 三言兩語 說說你的看法 是的 其實故事我覺得是OK的 但是我最不喜歡那個修女 經常都鬼鬼祟祟 嗯 就是你身為一個魔鬼 你就大方一點 我覺得她太鬼祟了 那麼你這麼大方 那時候都會有多少大方 那即是見光了 就是 到最後十分鐘才 才 很害怕一陣 然後 就又不再害怕了 那即是呢 你當了 到最後十分鐘那個字 是她來的 那些不當是她 還有可能我誤解了那個 鬼修女的鬼字 嗯 就是大家都以為是那個 鬼魂的鬼 那我就expect她 又是有那個鬼出現 然後她是 鬼秘的鬼 鬼秘的鬼 那一直別人都是這樣 是 這是鬼字號的電影 一直是鬼秘的 而且她開頭的時候 她都說了給你聽 為什麼這個修女會來的 就是 那個第二集那裡 最最後 曾經有提及了 華倫夫婦呢 那個老公呢 就是面對了些什麼問題 你記不記得 那那個是這樣的現實 就是 總之呢 你就不滿意 就是那個鬼鼠 對 還有很迷 都迷糊 我解不到 不知為什麼 這個是你的那個體驗 是我的問題 那 班長你怎麼看啊 收貨 但是 不太滿意的拍照手法 就是好像 就是 跌了窩 對於這個整個 就是華倫夫婦這個系列來說 但是 它作為一個 整個 整個 就是 鬼屋的 世界的 開頭 都OK的 就是 怎麼來 整個 跟著華倫夫 那些 普普通通 普普通通 總之 你也覺得那時候 普普通通 但有話好說的 對 你們很多時候 就是入戲 你也看到 都是第一個層次 like不like的層次 很多觀眾都是這樣 有的 但你現在叫做 導播員 你要升級的 有本的 Wills 你怎麼看啊 其實我喜歡這類電影 那種風格 其實 去到古屋 古堡 探險那種 其實我 真的有些情義結 喜歡的 但可能真的 都有點失望 到後段 其實有些位置 因為他解釋得不太好 還有 我覺得那些 恐怖的 開始有些疲倦 令到我們 即是他有時出得來 好像 或者是否叫做 濫出了呢 手法比較舊 其實他不是叫舊 好像真的 多了 有時候 他不是都出來 但你又看不到 很大的作用 那個感覺 但我真的覺得 因為始終 都知道 他有一個鬼字系列的電影 我會 和其他幾部 一起去想 這個故事 我覺得 他是 嘗試去串連 所有的東西 所以我自己都 嘗試去畫完 時間線 那些 即是看回 即是看回 那些關係 我覺得他有些東西 可以值得去研究 值得啊 你真是惡 但劇 真的有短 九十幾分鐘 我覺得 好像 浪費了很多 之前鋪排的東西 有一點 嗯 嗯 我其實看了兩次 第二次 就是想看他 那個IMAS版 因為我知道 他有IMAS版 去做 因為IMAS版 如果他用IMAS來拍 因為我其實 都不太在捉緊他的資料 但我想看 就算 就算他不是IMAS拍 那個巨幕 都打算看多些東西 組業就有這個效果 這樣就看那裡 就發覺巨幕版 不是多很多東西 因為巨幕版 始終 我覺得 如果IMAS版 最好看就是 如果他有些鏡頭 是用IMAS來拍的 那些叫水晶式的 自己的宣傳 事實上 那些叫光 那個層次 就多很多 這個你會看到 我相信 就算他用IMAS來拍 因為他本身 他都是叫做 用一個 寬膜式的 那個 那個製式 去做的時候 沒有IMAS出來的 那些效果 但是我覺得 到大銀幕看 那些時候 他玩光 日頭 和夜馬 都相當之不錯的 但是 比起來 就是 組業的那個巨幕版 好看些 因為有時候 巨幕版 或者 或者 那個叫做 原裝版 或者這些IMAS版 你會看到 這種的 視覺感受 是在戲院 才得到的 平時 如果你這樣看 故事 你都可能 或者看 家裡 有時候已經有人 有些叫做大螢幕 超過了60呎的 那些螢幕都有 在家裡 有時候會有一種效果 但是那個效果 沒有劇院的效果 那個分別 其實大家都在追求 但是 裡面 就有些事情 可能他自己說 就是 原來他發覺 現在 基本上 我們有一個題目 都常常說 有很多東西 是眼兜兜在那裡 但原來他講的戲 就是 什麼你看不到什麼 已經是 原來 很多人在看戲的時候 他不說我怎麼看到 什麼你看不到什麼 好 第二節回來的時候 其實說一天鬼心裡 還有很多東西 好像我知道 兩位班長 還有Will都做了一些資料 第二節 專講裡面 有些什麼的資料 你們要聰明一點 不要別人說過 你都說過 那就沒有了價值 下次就幫你打聽 那些資料 那些資料 我們來 我們來